Hello 大家好 我是叶子 今天想聊一个可以说是有好笑又有意思的话题 为什么呢 因为收到一个网友的邮件 然后里面呢附送了一个视频的链接 我把这个视频链接放在我的频道 就此视频下方的评论区说明区 大家可以自己点开看一下 那么不愿意看的朋友呢 我就简单的解释一下 这个视频是一位我觉得是比较漂亮的一个女士拍的 她呢 她说她自己去新加坡旅游 然后呢过海关的时候 有两道关卡要过 第一道关卡她先把护照放上去 她说提示你把护照怎么怎么放 放上去以后 然后她过了第一道关进入第二道关 第二道关呢 屏幕上显示一个大拇指在那儿飞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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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 她说诶 好像在给我点赞一样 这一段确实是挺搞笑的啊 然后她说了 结果最后打拇指露下来了 她才意识到 哦 原来这个第二道关是让她录指纹 让她去录这个生物采集这个指纹 到这里呢 这个视频呢 我还觉得还都挺搞笑的 还有点意思 她说的挺有意思 她说这个新加坡这个给她点赞 是吧 还是打拇指嘛 还挺有幽默感的 结果她最后两句话 就把我给说蒙掉了 有点沉重了啊 她最后两句话的原话 大概意思就是 她说新加坡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有必要还去采集指纹吗 这个话一说出来 我觉得不光是触动我的心血呢 我不是一个新加坡人 只不过新加坡是我一个比较喜欢的地方 这个话如果给新加坡本国公民听到 我不知道新加坡人会怎么想 我是这样理解的啊 首先第一 新加坡是一个主权国家 不论大小 它都有主权 这个主权是不容侵犯的 对吧 别人是一个主权国家 他们主权国家做出的任何决定 这都是别人国家的决定 你如果选择去这个国家 你就要尊重这个国家所制定的规则 你不喜欢 你可以不去 对吧 你以后可以再也不用去新加坡 对吧 即便他免签 你也可以说 新加坡这个地方我不喜欢 他免签我也不去 OK 你棒 好吧 尊重你的选择 但是 你用这样的方式去反问 他前提是说 新加坡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有必要这样做吗 这个话让人觉得就是很霸权 很霸凌 很不讲道理 这个国家大跟小有关系吗 那比中国小的国家 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比中国大 如果按照中国的这个 这个测量方法的话 只有俄罗斯和加拿大比中国大 除了这两个国家以外 当然有些地方说美国比中国大 有些地方说不是 那么我们就不论怎么说吧 全世界能比中国大的 没有这个国家 那么是不是所有这些小国 都没有必要这样去做呢 对不对 所以我就觉得 他对新加坡的主权 不是很尊重 难道说 小国就不是国了吗 对不对 人家说麻雀虽小 武藏俱全 你难道就能说 你国家小 你就没必要这个 没必要那个 反正你也免签了 对吧 你让人都去吧 是吧 然后我还想说的就是什么呢 新加坡虽然小 但你要知道 新加坡是发达国家呀 而且新加坡是全球历史上 第一个给中国免签的发达国家 人家这么给你面子 你还说出这样的话 真的是中国话说 就给你脸不要脸 一个发达国家抬举你 给你免签政策 让你去入境 结果你说出这样的话 这不是 真的是反过来被狗咬一口吗 对不对 我觉得新加坡挺倒霉的 发达国家新加坡 它又是亚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 你作为一个去新加坡 不管你是游客也好 还是商务考察也好 还是准备去投资也好 whatever you want okay you are going to Singapore right you are going there nobody is begging you to go 对不对 没有人求你去新加坡 你自己要去的 然后 对于这样一个人均GDP 全亚洲第一的 当年的四小龙 现在已经是龙头老大的 这个角色 对不对 你好意思吗 说出这样的话来 还是那个话 小就不要主权吗 那么我们反过来聊 这位网友发这个视频 就这个网友说了 说James你刚从国内回来 可能你也有一些体会 哎 还别说 我还真有体会 她在视频里面 这个女士 真的我觉得这个女孩子 这个女士长得还挺漂亮的 年轻时候肯定是个美女 而且说话各方面也都还挺有 挺文雅的 我觉得没想到会说出这样的一个 这么low的 没有素质的话出来 那你每次 然后我就想到我自己 我刚从中国回来 我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分享一下 其实我是想拍很多 和我这次旅行有关的视频的 但是这些新闻我又不得不聊 我实在是憋不住 我实在想说两句 对 新加坡是个小国 没有错 那你的问题是 小国就有必要这样做吗 那么我们反过来看 大国是怎么做的 我刚从中国回来 中国是一个大国 那么中国大国是怎么做的呢 我一下飞机就要按指纹 而且需要按好多个手指的指纹 不是一个手指的指纹 对吧 好在我的孩子 年纪比较小 他是多少岁 我不知道是七岁还是十二岁以下 不用按指纹 OK 还好一点 OK 就我跟我太太要按指纹 而且奇怪的是什么 我办理中国签证的时候 已经在大使馆 在多伦多 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 我已经办签证的时候 已经按过指纹了 对不对 就是因为要按指纹 我还得特意从温尼泊 飞到多伦多去办这个签证 去按这个指纹 大国 你这么厉害 世界GDP第二 超级大国 牛 那为什么我已经按过指纹 你要我再按一遍呢 你不是浪费我的时间吗 你不是浪费你们海关人员的工作时间吗 对不对 你大国这么强大 你的系统难道就没有更新吗 就没有统一吗 我已经按过了 还得每次去都得按吗 对不对 这个东西 你说到哪里去 对不对 而且 这个所谓的大国 这次我回去 我最最最有感触的是什么 就是到处都是摄像头 当然 以前已经是了 在我五年前回过的时候 就已经满街都是摄像头了 但今年的程度更加不一样了 今年 这个摄像头多了一个功能 叫做刷脸功能 这个很多场所 你都需要刷脸 才能进得去 确实 对有头有脸的人 那是方便了 他这脸一刷 哇 砰 开门了 那像我们这些外籍人去 怎么办呢 我们外籍人士区根本就 没有在系统里面有啊 所以我们很多地方都进不去啊 我打一个比方 今年我回到南京 我是江苏南京人 我想回我的母校 南京艺术学院 我想进学校里面去看一看 到现在我都记得南夷 一下大坡子 从大门进去 一下大坡子有一棵 苍天大松树 我都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了 我就想回母校去看一看 结果到了门口 不让进 我说我是校友 曾经我在这读书的 我只想去校园里看一看 他说你来刷个脸 我就去刷了个脸 然后机器冷冰冰的 友好的告诉我 刷脸失败 我就 我当时就觉得 首先 南义是一个学校 是一个大学嘛 大学是一个文化艺术的殿堂 应该欢迎各路的人士去参观 因为你是 是发扬文化的地方嘛 对不对 今天我刚刚带一个 一个台湾来的一个 一个学生的小 中小学生的一个团 在我们曼大里面 我带他们 campus tour 学校里面参观了一下 很好啊 哪都能去啊 那为什么我的母校 我的大学校员我就去不了 对不对 而且 这个刷脸的这个问题 我就跟我同学 回来我就联系我的同学 我说 哎呀 这个学校不让我进 我说 能不能你带我进去 因为我同学住在学校里面 他说没事 我说我太太是外国人 会不会有麻烦 他说没关系 他说你下次来 你跟我说 你们坐我车进 我的车排到是登记的 你们坐在车里面 他们也不知道车是谁 他就能带我们进去 那么也就是说 这道工序 就说白了 你只要有一点路子 就是没有用的 我要想进去 我还是能进得去 对不对 而且 我先是问了别的同学 别的同学跟我说 你可以下载一个APP 叫做我爱男艺 然后在上面申请登记 就可以去学校里面参观了 那我就想啊 这些APP这次回去 我就很有感触嘛 我没有中国的电话号码 很多时候我登陆 是登陆不上去的 我就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 我在温哥华机场 上连机场的WiFi 我是不需要任何的证件的 直接连WiFi就可以了 但在中国机场 我得用大陆的号码 去收一个验证码才可以 或者我要用我的什么 护照号码 反正很麻烦 所以说我在中国大陆的机场 我都没有用到这个WiFi 然后在高铁上 他也说有这个高铁 已经覆盖什么免费WiFi 然后我尝试连接 又是需要 手机号码 然后那个一个验证码 然后呢 我还跟旁边的人 不好意思问旁边的人 我说可不可以借你手机号码 人家根本你都不理我 我会回手 一点表情都没有 就特别冷漠 我当时觉得特别 尴尬 所以我就说 这么强大 这么富城的一个国家 你要刷这么多脸干什么 对不对 我问过很多我的外国朋友 以前我回中国 会带外国朋友回中国 我就问他们 你们对中国的看法是什么 外国人的这个观察 很仔细也很别致 他们说中国有很多的墙 中国的墙非常的多 后来我一想还真是 我们在加拿大这里 无论是学校 公司企业 或者是 这个市政府 省政府 都没有围墙 没有墙 没有保安 所谓的没有物业 这里有物业了 但是没有那样的安保 而中国处处都是墙 墙是用来干嘛的 是用来阻隔的 起到隔档作用的 那么你在隔什么 你在把什么隔开 就拿我这个学校的说法 我去学校 那你不是把知识和百姓隔开吗 就一般人就接触不到知识 对不对 那这样的阻隔有好处吗 我不知道在发达国家 有哪些发达国家的学校 学院都是有墙的 在加拿大本地 就连高中小学大学都没有墙 当然校门你要想进去 你得到也是可以进去的 但你得先主动自己到 这个办公室去登记 对吧 对 有些人会说了 那不是会有危险吗 对 是会有危险 如果你真碰到一个持枪的 一个不好的人 到学校里面去 做一些案 还真的是管不了他 没有人管他 没有安保 对 但是一个国家强 强在什么地方呢 大 大在什么地方呢 大在国泰民安 对不对 我记得回来跟我朋友聊天 我朋友是搞这个国学的 就说了一句话嘛 是你说中国现在国强 那现在真正自古以来 说强国就是夜不庇护 老百姓夜里面门都不用关 根本就不担心有什么歹徒小偷 那才是强国 才是大国 对不对 你现在把这些 这个各个学校 各个地方都是围起来 全部围起来 然后再顾几个狗腿子 中国话说是狗腿子吗 顾几个保安 他们也是做他们的工作 我也不责怪他们 他们也没办法 他们只是按照指示办事 混一口饭吃 我真的不怪他们 但是这个体制是有问题的呀 对不对 后来我同学跟我说 这个刷脸的问题 是从疫情期间就一直流传下来 因为疫情期间需要严格控制人的流动性嘛 然后就刷脸啊 或者是不让人静啊 结果疫情结束以后 就一直在延续下来 然后校方的这个说法是便于管理 OK 便于管理这个问题 以后我们再慢慢聊 这次回国我也跟我朋友 聊了很多关于这个管理的问题 到底该怎么样一个管理方法 那么说回头来 哈里说刚刚这位漂亮女士 她发的这个视频里面 她说了 这个新加坡这么小一个国家 有必要吗 那我反过来问 你大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 你这样管 有必要吗 对不对 有必要到哪都要刷脸吗 真的方便吗 对本国人可能是有些方便 但是对我们外国人 真的是不方便 外国人 你看我这次买火车票 买通车票也很麻烦 订酒店也很麻烦 因为我没有手机号码 我都是喊朋友帮我订 再把钱给他 对不对 我还是给他现金 朋友帮我订的车票 他在火车站 他不收现金 只能刷什么支付宝微信 我也没有 那只好喊朋友先帮我刷 我回家拿现金 一大人民币给他 对吧 你说我吐吧 OK我吐 但是你可不可以考虑到 多元化的付款方式 能让更多的人 能够有更好的这种 这个方便的付款方式呢 这也是辩明的一种呀 对不对 所以很多值得 我们讨论的问题 但是这位女士 最后这一句话 这两句话 我是绝对觉得有问题的 你如果觉得有什么想法 评论区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不管你是不是新加坡人 哪怕你是大陆人 你是别的地区的人 请问 这个小国家就没必要这样做了吗 就应该敞开怀抱 你们大国的人都来吧 都比我大 你们都来吧 谁也不用登记 什么都不用你就来吧 你都应该这样吗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沟通一下 给大家在结尾做个预告 我有很多视频后面是慢慢陆陆续续要发出来的 包括 我想好好地比较一下 大陆和加拿大这次 我很有体会嘛 一个是卫生问题 一个是老百姓的这个环保素质问题 等等等等 我都有照片视频 包括在公交车上 这个让座位的这些问题 我后面会有陆陆续续的视频 发出来给大家分享 只不过最近确实 因为马上9月初 我们学院也是要开学 新学期开学 会有这个orientation 很多活动 我自己工作也比较忙 马上我自己的孩子也要新开学了 最近是我每年9月份 8月底9月份这个时候 是我一年最忙的时候 稍微给我一点时间 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好吗 有什么话 我们评论区一起慢慢聊 好好聊 OK 今天我就说这么多 Thank you very much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希望你多多点赞分享 这样可以增加YouTube推荐我视频的权重 不论你赞同或不赞同我的观点 都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留下你的足迹 如果觉得我的频道有点意思 就请订个月 关个住 下回更新 不迷路